我們有環球,環球一系列的藝術 跟我們推銷一些特別的東西 好,我們先介紹他出來 我們首先有Aga,關楚耀,Calvin 環球新人Yan Ting 這次UMC這個卡,你們是否都走訪了很多場地 去介紹給很多朋友聽 是啊,剛剛去完旺角的紐紅坊 現在再轉戰回來中華 總之你買2015年環球推銷的產品 裡面就有一個環球的標誌 類似UMC標誌 裡面有一個紙 裡面有一個QR Code 就可以有機會拿到UMC卡 其實也可以用郵寄的方法 郵寄的方法都可以申請到這張卡 即是在碟裡有一個形式 你填完之後,郵寄回去環球就可以了 終點裡面就是有這一張卡 填完之後 可以拿個信公司 寄回去環球唱片公司 這樣就有機會一個月之內 得到UMC卡 也可以使用這裏這麼多贊助的優惠 如果我是很多米的 我又不會記信 又沒有智能口機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其實可以上網一點 是的 真的聰明 那去回以下的網子 就是這個 其實就是以下這個網子 然後可以看到 下面的號碼 那你上網再打下去 那你就已經被證明了 對了 終於是2001年的環球推銷上面 找到這個標誌 所以 儲了三隻 就可以申請這張UMC卡 那拿這個卡呢 就有以下這些優惠的了 是 Yan Ting剛剛交到環球的大家庭 那不如介紹一下自己給你們聽 好 那大家好 我叫周Yan Ting 那我叫Yan Ting 那我也是今年環球的新人 那我剛剛也出了一首新歌 那我叫Gonna Be Alright 那裡面有Funk Soul的元素在裡面 那也都想將 Positive的Energy 帶給大家 那希望 那這首新歌 Be Alright 你跟阿吳飛合唱的 那是不是一起 拔撞還是分開錄還是一樣 我們是一起 即是 我會坐在那裡 那因為 始終他唱那一段 其實我是沒有唱的 那因為他Rat 那是不是你邀請他 就是說我有一首新歌 Kerry幫我Rat 可以嗎 我們一起 跟監製在那裡想著 這個位置 那個Bridge 應該弄 Dance Break 還是怎樣 結他Solo 是啊 然後就想 不如叫Kerry Rap也挺帥 那Kerry又很好 他說 撞死你了 他說 也很好玩 他也想試 就有了這個 聽說你在新加坡住過 那對你音樂的成長 有沒有什麼影響 新加坡他自己本身 聽的音樂 都會是 其實國語 國語歌 多一點的 還有英文歌 因為他本身 自己的國家是 國語和英文 那就會有很多 外國的元素 那例如 我是很受 Justin Timberlake Asher 和 Music Soul Challenge 那我其實很喜歡 Funk R&B Soul 所以 回到香港 我都很喜歡 我都很想把這些元素 擺 用Candle Pop 一起製造一些新的 不同的 嘗試 來 說一下 你和Suppert Woman 合作吧 那個合作其實很棒 因為首先 那首歌 為什麼會得到呢 因為之前 跟Expo的監製 說 很想和一對 香港的王女 有Crossover 合作 他就介紹了Suppert Woman 用回自己的感覺去唱 但一出到整個 Suppert Woman 聽回 都說 猜不到 原來所有人都會唱歌 搞了 說這些話 你都立即中了 我是開心的 因為 我都是一個 Funk R&B 都是一個 他意思是 猜不到你能唱到 他們的Style 因為他們的Style 其實 很難 對 有點懶惰 有點懶惰 其實是適合我現在的作品 那你現在有 剛才的新歌 叫狼內宇 和台灣的合作 對 這個很開心的 第一次真的和香港 以外的組合 合作 因為這首歌 就是台北夜宝 團轉的主題曲 一開始 為什麼會這首歌 發生呢 當然是為了 部電影的主題曲 希望可以有些 party music 去配合 真的可以有機會香港 跟他們唱Live 啊 這首歌 即是那些party music 現在大家聽到這首 唱Live是非常開心的 有個氣氛 很好 這件事 我在香港 出道了這麼多年 很少有這種音樂 對我來說 有一個新的衝擊 專輯應該會五次推出的 有些什麼 阿花先來 這次會唱一首歌 因為上天 在內地 就參加了歌唱比賽 在歌唱比賽 有八個星期 會唱八首的改編歌 然後會唱到Eat Tape 而Eat Tape 裡面的歌 會有三首 和不同的單位合作 是 其他位 然後有一位 就是內地的 廣東省的一位歌手 是 叫做東山少爺 好聽的 厲害 厲害 真的很厲害 在廣州很Hit 厲害 還有呢 張建軒的朋友 另外有一位 就是香港的前輩 到時才再跟他 出道了 會不會 很安靜啊 最近你有一首新歌 叫做《藥》 可以介紹一下這首新歌嗎 其實《藥》這首歌是 沒有想過排台的 沒錯 我的監製宣問 跟我說 就是可能 做一個《青山少爺》 就是你 有得分享自己的故事 就是 share自己的故事 去令到 身邊 可能有同等經歷的人 得到一些 可能 局名和安慰的一個comfort 對 就說一個 我和我姐姐之間的 一個姊妹情 那 聽《藥》 就是藥術歌 但我聽到的劇都很棒 和《藥》都很朋友 其實剛剛 完成了自己的新專輯 剛剛寫完 那 應該正在六月出碟 上個月 去了探家人 那 就剪了一個月 off 去了很多 不同 類型的音樂 和show 中間的時間 所以其實吸收了很多 的idea 所以回到來 其實現在又開始 再寫了 很多東西湧出來 準備彈出來 說一下接下來 將會出新唱片 那你的唱片是怎樣的 阿關那一首 有很多feature 又有舊歌 你這首是怎樣的 我剛剛錄了一首《藥術歌》 其實我想那首《藥術歌》 應該會 也是第二首歌 我們其實籌備拍MV 是 是的 現在最近減光減得很厲害 你哪要減 是的 因為為了MV的故事 我很小時候 那時候就去了 新加坡讀書 那我讀完中學 我就主修了電影 和音響 那讀完電影和音響之後 我就去當兵了 當兵那時候就當兩年 那在當兵期間 也有很多體能的訓練 熱自上的訓練 我覺得當兵教了我 最大的一件事 就是你要吃得起苦 他說你要吃苦 你才可以做到你想做的事 就好像之前 阿格她說 你找到一個跟你瘋的監製 我就找到一個 跟我差不多那麼瘋的 他叫陳巧威先生 也是做《Gonna be alright》的監製 跟Garrett一起的時候 有那個很 camaraderie的感覺 好像是 我們一起去衝 我現在就說了這個 原來我 很前作興奮 千載萬分的旅客 月在等 等 等 別阻挫 越怕懷疑 變成 舊時再執拗 Everything's around It's called here alone 什麼東西正在 變成美好的團體 Everything's around 夜星開始美麗 引誘自動 煩惱以西海紋在 雙月裡一直懸疑 今天真的謝謝Yang Ting 阿關 還有Aga 來到這個 Sunday Music Brunch 聊聊天 和分享一下他們的音樂 下星期同樣時間 也會在這裡有事情發生的